原始点医学2024年版疾病与衰老 原始点医学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命医学 它就是在探讨我们生命的 整个过程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身体会出现的不外两种 最让我们困扰的就是第一个疾病 第二个就是衰老 那它的因我也讲 就是体相跟热能不足所致 那体相我也告诉各位怎么来按推 他处跟患处 那热能怎么来补充 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随着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影响 身体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其中体伤是指组织器官 运作失调的状态 热能不足是指能量 不足以供应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通过观察 疾病表现为症状 衰老表现为异常形态 通过医器检查 疾病表现为组织受损 衰老表现为异常 医器有疾病与衰老 必有症状与异常 症状与异常是疾病与衰老之具体表征 而疾病与衰老则是所有症状与异常的抽象代名词 所以分辨疾病与衰老 可观察症状之有无 若有则为疾病 若无则为衰老 由于疾病与衰老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熟果而非因 所以不论西医 给予检查结果 何种病情 病因 病名 不过都是根据症状 与异常的不同特征 加以分析 定义 命名 已含在果中 与因无涉 故西医从果治病之果 正是指症状或检查结果 并以检查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而检查结果不仅包括原本就属体内的异常 组织受损等 还包括外来的细菌 病毒 异物 比如鱼刺等 疾病与衰老是从什么因素引起的 体伤及热能不足 那如果你组织器官运作都正常 热能也都充足 它会不会有疾病跟衰老 没有 不会 我敢讲百分之百不会 但问题就不可能有 完全没有体伤跟热能不足的事情 理由很简单 你们现在坐在这里 听我演讲 你们有没有觉得肚子有一点空虚 稍微饿了就是怎么样 要补充热能 补充食物 因为食物进去它会转换成热能 经过吸收 然后推动组织器官维持正常运作 所以为什么没有吃饭的人 它活不了呢 因为它没有补充啊 所以它没办法继续维持正常运作 推动它 严重一点 命违甚至挂掉 就是这样 好那这样来说我们很清楚 我们的理想要达到体伤跟热能不足 都没有不大可能 因为身体随时都在变化 唯一不变的就是什么都在变化 我常常讲 那这样说来 这里都在变化 那我们从 也就是你早晚会面临老跟病 简单讲 那我们怎么来界定 什么是病跟老 中医 原始点通过观察 你有症状就是病 如果你有异常形态 什么异常形态 比如头发白面皱 你不会说头发白我就是病嘛 不会 那这个变化就是属于老 那怎么来分 简单讲 就是看你有没有症状 如果没有症状简单的讲 你所有的变化就是老 因为身体不是走向老就是走向病 他不可能越走越健康了 了解吧 有没有人越活越健康 越来越年轻的 你们比十年前还年轻的 举手我看一下 不可能啦 这个就违反常态了对吧 我相信有人越来越健康 最近陈经理他越走越停止 然后走路越来越快 是啊老当益状 这个可以 一般正常是 会慢慢走下坡 好所以你要观察你 有没有疾病先界定 有没有症状 有就是病了 没有症状你就是健康 就这样 如果有出现其他都是老 这样就分出来了 你就活得很健康 那西医呢 西医通过仪器检查 以原始点角度来看 它如果组织里面有受损 那个就是病 如果有异常 包括异常指数 异常形态 后面会介绍 那个就是老 所以也很简单 西医用仪器看体内的 体内跟体表有没有一样 一样都在变化 啊两个变化 不是变化老 就是变化病 体内会不会变化 只有老而没有病的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不是老就是病 体表跟体内是应该一的 不是二的 最后的界定老跟病 就是看有没有症状 有就是病 没有就是老 啊你们以后这样就不会担心了 这些异常指数 哎呀高血压要不要吃药那些 就像你头发白要不要吃药一样 你自然就把事情整个真相厘清了 我说为什么你们学原始点会不害怕 因为这些老病你都已经很清楚 你看你们活到这么老 才来学什么叫老 什么叫病 有没有一点可惜啊 虽然有一点晚 但亡羊补牢啊 还可以啦 来了总是对的嘛 所以懂了这样的界定 好 那我们再进一步来分析仪器检查 故西医从果治病 西医是什么呢 我先来讲 西医它不是你有什么病 我就治你什么病喔 比如你头痛 他就要用仪器检查 你有没有高血压啊 有没有脑血管啊 变形啊 或是有什么阻塞啊 对不对 都可能产生头痛啊 要不要手术啊 要不要怎么样 一大堆的问题 检查是这样 但 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来 西医就是以检查结果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但所有检查看到的现象 我问你 能不能看到热能不足 看不到 能不能看到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状态的 某一个部位发生 有没有办法 绝对没有 也就是从仪器看到的所有一切 不可能看到因 就像我看你 但我没有办法看到 你爸爸妈妈的长相 一样 从你我看不到你爸爸妈妈长得怎样 只能说揣测啦 所以西医所看到所分析的一切 包括病情病因的所有分析 我告诉你 都是在果中转 他绝对不可能看到因 真正的因他看不到 那这下子好了 所以他所有的治疗 又以检查这些结果来治疗 比如你头痛 检查 然后有阻塞 他就从阻塞下手 有血压高 他就用血压降压药给你吃 对吧 再来就用止痛剂给你止痛 他们就是这样暂时把你缓解也可以 好 那所以这些检查都是在果中 所以我们西医从果治病 正是指怎么样 症状是不是属果 是果 对不对 我们刚刚医学图你们有看到 症状或衰老都是属果 对不对 因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症状 所谓的果正是指症状或检查结果 他们检查结果也是属果 好 那有了这样概念 但西医不是以治疗症状为主喔 你头痛不一定直接处理因喔 他是从怎么样 检查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他们的检查结果就变得非常重要 那检查结果包括什么呢 包括体内的异常 这个异常就是我说的 他们检查出来的异常指数 还有异常形态 好还包括怎么样 外来的续静病毒还有异物 刚刚我有举一次的这个 他们也是照出来直接加一次 这个虫果质也是属虫果质病 那续静病毒最近很多感染的病毒 对不对 新冠病毒感染出现症状 他们是以检查的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打疫苗 因为打疫苗要对抗病毒 但有没有办法对抗病毒 没有对不起 你打了你还是会感染 你还是会得症状 那他们现在这样就没有办法说服你们了 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又说出另外一套话来 他说那打疫苗虽然还会感染 但会使重病患者的症状减轻 死亡机率减少有没有 但真的这样吗 没有 不可能嘛 所以学原始点的人不是我批评他们 从原始点一下子 我就听出你的问题了 你一直在闪烁棋尺 因为你没有重一下子 然后都在旁门肢结上做答案 你疫苗本身是极寒之物 打下去会严重消耗热能 即使健康之人打了之后 有些还会生病 甚至就挂掉 这都是事实 报纸一定都有报导 像台湾之前也有做统计 因为打疫苗死的甚至比感染的还多 有一段时间可怕 那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你懂 那就知道原来疫苗极寒 那会消耗热能加重体伤 所以产生 但是他们却把民众 把所有的焦点移到病毒去 都怪罪在病毒 那要什么 要隔离 要怎么样 我告诉各位很简单 我们原始点就是怎么样 刚刚医学介绍的时候 避开伤肾之病之炎有没有 然后以医疗保健之炎 医疗保健之炎就是善炎 来处理你的身体 这样就可以得到健康 那这样说来病毒也是 伤身致病之炎 它会导致我们疾病 伤了我们的身体 导致疾病的炎 也就是恶炎 我们自然要怎么样 避开 避开的方法 我同意医学讲的 就是勤洗手 戴口罩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不要跟人家凑热闹 然后来感染了才说 我为了要证实原始点有效 所以我不惜感染来给你们看 也不用这样 原始点是理智的智慧的 不讲那些其他的话 好 那这样避开了 你自然就没有问题 那万一避不开呢 也不用担心 二元来了 它所能造成我们的 所有的症状 都由哪里引起的 不过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你只要从那里下手 不是所有疾病 就像他们 简单的按一按 症状就缓解了吗 热能补充了 很快就修复体伤 就恢复了吗 所以我说正常 如果你体力不要极度的差 一般都是一个礼拜就恢复 我深信不疑 所以为什么这样你们还要害怕 但是西医恰恰把民众误导到病毒 这是不可取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感染了病毒 他们有没有药 他们也说病毒没有药 那治疗症状 他们又是以含量药来控制 难怪很多到了严重体伤的时候 就救不起来 所以这些都 我在这期间很多遇到打疫苗到原始点 然后本来没有病的 结果一打出现很严重的病 我都遇过了 所以这些我就不再说 所以西医所有的检查跟治疗 都是在果上做公布 疾病是指身体出现症状 或体内检查出组织胜损 原始点根据症状之不同特征 将其分为症与状 再将症细分为三种 一不适感 如疼痛 酸 麻 痒 胀 刺 晕 口苦 灼热 潮热 下坠感 多数他处体伤所致 二功能紊乱 如失眠 烦躁 多汗 流鼻涕 耳鸣 耳聋 耳流浓 口眼歪斜 咳嗽 气喘 嘔吐 便秘 小便困难 白带 抽筋 板肌指 或属他处体伤 或属患处体伤所致 三 体力虚弱 如行动迟缓无力 异常疲惫 瘫痪 肌肉萎缩 爆瘦 爆瘦 声音微弱 面无光泽 发烧 腹泻 肢体冰冷 怕冷 发抖 水肿 多数患处体伤所致 壮 壮 壮是指体表组织受损 主要包括伤口 及皮肤病 如肿胀 破皮 出血 目尺 口窗 座窗 褥窗 溃烂 湿疹 干血 与西医通过医器检查出的体内组织受损 如气胸 骨折 肌腱 肌腱断裂 脑溢血 不需仪器检查 如此分法主要用意是为了指出身体若有体力虚弱病症即为重病若无即为轻重症 另一层用意则是为了指出症与状可由不同体伤所致并可通过观察以推断其体伤位置 由于观察症状可分辨疾病及轻重及推断体伤位置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所以治疗已含在诊断中使诊疗成为一体 但观察所推断出的体伤位置并不绝对 仍需经按推后是疾病改善与否才能确认 可见按推原始痛点不仅是治疗同时也是诊断 使诊疗一步到位 如此既可建立诊疗体系及因缘果理论 又可阐明老病由来 即解释为何症解除后症未必会消失 反之症消失后症也未必能解除 譬如肿痛 常见痛止而肿未消 或肿消而痛未止 究其原因 痛多属他处体伤所致 肿必属患处体伤所致 此意味着症与状 症与症 症与状 甚至疾病症状与衰老异常 皆为他处或患处体伤所致之果 且莫倒果为因而说疑病多因 如疾病是由异常及组织受损所致 或果生果 如症痛可生壮肿 壮肿可生症痛 或错认果将衰老异常当成疾病症状 使诊疗误入歧途 好 这一段非常重要 它就是我们诊断的基础 这是原始点最特别的 在中医也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但它没有分症跟状 这些都是原始点一路摸索出来 而归类的 所以你看中医的书很杂 但是你不知道它真正疾病之因在哪里 原始点很在意 它到底体伤位置在哪里 所以你如果这样分类之后的好处就是 它第一个一看 就知道这个人病到什么程度了 第二个你就可以看出它的体伤位置 大约在哪里 你也心里有个底了 所以它对我们的诊疗非常重要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基础 好 那疾病是指什么 我刚刚讲的 有症状就是属疾病 没有症状就是属 其他的变化就属衰老 那疾病身体出现症状 或体内检查出组织受损 西医检查出来的组织受损 也算是疾病 所以体表的就是我们观察的到的 还有仪器检查的到的疾病 大概就是这样 好 那进一步原始点来讲 这个就是跟中医最大的不一样 原始点开始分类了 原始点根据症状之不同特征 将其分为症与状 先分出症跟状来 它两个是不同概念 然后症又细分为三种 好 我们来看第一种 疼痛 刚刚我们上来的说 哎呀 我这里有异物感 有没有 还有人说他腿痛 那这个就是症的不适感啊 那症的不适感怎么样 它下面就有一个结论呢 多属他处体伤所致 也就是重疾病 你一听你就知道 只要按推原始痛点 它就能立刻解症 你看多好啊 这里都已经帮你分类了 你一看 你大概心里就有数 如果你揉出来 它没有解症 有两种可能 什么可能呢 第一个 你手法是用跳的 你手法是用死力的 如他讲的 我是邪他讲的 也就是你根本做不到位 你手法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你做不出来 对吧 另外一种你手法到位 但做了没有效 那这一种可能才叫 可能属患处体伤所致 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们的诊断 会不会跟我诊断不一样 有可能 因为我最担心的就是 你们的手法跟我 根本是 学我的样子 但做出不一样的东西来 我很担心是这样 好所以这一段 其实是一个诊断跟治疗 也是含在里面 所以症的不适感 在疾病里面是占多数的 所以多数是有他处就可以举 工人混乱 这里也举了很多 我也不再系列了 这些疾病 有可能是他处 也有可能是患处 也有可能 恶者兼而有之 既有他处也有可能是患处 有没有可能 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我就不说了 或属他处或属 好这是第二种症的 第三种是最重要的 好我们来看 体力虚弱 如行动持缓无力 异常疲惫 我刚刚讲的 我会问他你体力好不好啊 对不对 你疲不疲惫啊 如果他这些精神都很好 他说精神很好 那大概就没问题 如果再出现瘫痪肌肉维修 暴瘦我已经讲过了 然后越来声音越微弱 越来越无力 就是显向已现 有没有我在跟你们讲重病的时候 其实重病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如果有这些 就是这些病症会威胁生命 前面两种我认为都还还OK 如果不影响体力死不了人 但到了这里就要注意了 好那如果他更加严重的时候 我说的 他不只体力越来越缓慢下降 甚至是抖降悬崖式的一下子突然降下来 那就是命微 那这个会出现在这里会出现什么 比如水肿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然后甚至呼吸困难 这些很急的症状甚至意识不清 这些突然间都同时出现的时候 只要有好几种同时出现 你就可以断定他已经命微了 所以为什么原始点那么厉害 我说这个人来 我根本不看西医的报告 我大概就知道 这个还可以不可以活 我心里很清楚 西医常常讲 这个已经癌症末期了 来体力好得不得了 我就知道他死不了 这个好治 所以原始点的看法 常常跟医学是不一样 好那这个到尤其到水肿 我常常说 不管是肺积水或腹部积水 一般都我都直接断定为命微 你四肢积水都还没关系 淹到腹部跟肺部来 大概要生存机会就越来越小了 好那这是第三种 症的体力虚弱 好我们继续来看状 状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皮肤病跟体表的一些伤口 好再看看西医的组织受损是指什么 这里也举了几项 包括脑溢血 胃粗血肌间断裂骨折 这些也不再提了 这些都是属怎么样 状都是属患处体伤 那目视及格分辨 就是指状我们体表的可以看得到 那体内看不到就是仪器检查出来 如果他确定 这是骨折或是粉碎性 我们一看就知道 那个是组织受损 我们看影片 他这样讲我们也知道 这个是属疾病 这样什么是疾病 你就可以分得出来 好体表跟体内不一样的 一个要用仪器检查 一个眼睛看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分法 我刚刚已经讲了 第一个你体力虚弱的病症 有跟没有 你就可以断出重病 有没有生命的危险 如果有体力虚弱病症 就是属重病 那重病就有生命危险 重病有生命危险 又可以分成三类 我刚刚讲的 显向已现到命危 那另外一层用意是为了什么 就是指出原来症跟状 它可能有不同的体伤位置 有没有 譬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伤所致 那体力虚弱多属患处体伤所致 所以你一看 你就知道它开关是不大一样的 所以从观察就可以推断体伤 好 那我们这里就导致 就是可以我们把原始点的诊断 就是从这里来的 就是从这里 那下面就在谈这里 好 由于观察症状 可分辨疾病轻重 可不可以分辨出来 有吗 我刚刚已经讲 有没有体力虚弱嘛 来分出轻重 推断体伤位置 有没有办法推断 有 如果你是撞 我眼睛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患处体伤 那如果是震的不适感 我一推断 八九不离十 应该是他处体伤 所以他可以透过观察 来推断我们的体伤位置 然后为什么要推断这些 体伤位置还有疾病轻重呢 是为了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比如你分出轻重 你要决定的是什么 决定到底是要先按推 还是要先热源 对不对 这我有讲 那为什么要分辨疾病之体伤位置 是为了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位置 比如你这个病是在他处体伤确定了 那你的按推跟热源就是按推原始痛点 还有温敷原始点 那如果按推这样没有效是属患处体伤 然后按推有效确定属患处体伤 那你就要怎么样 温敷患处还有怎么样 按推患处体伤 那这样说来 分辨体伤位置的目的在怎么样 也是要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位置 那如果是分辨疾病轻重 就是要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先后 我这样讲你们清楚了 所以最后这里总括一句话就是 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那所以这些治疗已含在诊断中 所以使诊疗成为一体 所以我们通过观察 其实诊断与治疗都在里面了 也没有什么分别了 然后但是这里特别提出来 观察推断体伤位置并不绝对 它不准确 它还不够准确理由很简单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症的不适感多属 它没有说必属 那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要经过按推做最后确认嘛 对不对 所以它没有绝对 所以还是要试按推之后才能改善 当然状是可以的 状目视我一看你破皮出血或是湿疹 我一看就知道这是状没有问题 必属患处体伤 但比如说刚刚症的不适感 或功能混乱呢 你还是要或是体力虚弱 有时候还是要经过按推 然后才能够做最后确认 所以你按你观察状是没有问题 但观察症 你只能说它很可能 是属于他处或患处哪一处 可能而已喔 但不绝对 所以还是要经过按推 所以这样按推的用意 它既是治疗也是诊断 它是一步到位 所以我们的诊疗体系 就从此建构而成 然后再来我说它进一步在建构什么 进步在看你这一个病 多久会好 因为它累积了很多经验 它就可以知道 这个病人来 我大概可以多久会把它医好 然后还可以怎么样呢 看到这个病 因为我有没有能力治疗 这个也是我刚刚讲的 在诊疗里面最大的不一样 然后这样慢慢发展出来 就可以把原始点整个 整个诊疗体系就怎么样 完全建构完成 这样就 我不敢说天下无敌啦 但是已经是 诊疗已经变成方便中的方便 没有比这个更方便 然后也不需要使用工具 然后一看什么诊断治疗都在心目中 心里寥寥清楚 然后这个人 如果危急病人来会挂掉 我也有一番说辞 比如我医到一看 已经化疗那么久 我看到有一个口腔癌 已经烂到外面 然后整个都都穿洞了 一看都看进去了 然后哇体力 夏天来基金会还穿长袖 然后他问 我这个病多久会好 我内心中 我浮出一个现象就是 你应该问我 我多久会挂掉才对 他连死期都不知道还想活 已经到了命危了 到这种程度了 是活不了的 所以我那一天诊断完 我不敢跟人家这样讲 你已经死到临头了 回去好之为之 要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从不会告诉人家这样 但我会这样讲 以后你们记得 我这样跟你们说的时候 大概就没救了 但是一般患者不熟我不大会讲 我说人是这样 总有一天会走到最后一步 你今天做已经病到这样 我的建议是 万言放下 什么事都要放开 人生也不是唯一的 也许你还会轮回 说不定下一辈子还会更好 但我不是要放弃你 我这样讲不是要放弃你 是做最坏打算一定要有 但我们还是努力做最好准备 因为当患者还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 你都不要给他绝望的感觉 好像我们放弃了他 所以我说我们还是要努力 但我们努力的方向不是靠按推的 这时候你应该要温敷 然后喝姜汤 甚至现在有姜粉泥我也会鼓励这样 那这样体力就会微 然后要涂姜粉泥 好这个患者经过这样 他西医已经放弃了 他也知道他西医已经不要他了 说我们没办法 已经跟他这样讲了 然后我们的志工 就开始帮他涂姜粉泥 他涂完说哎呀 本来他是不大人做 做个两三分钟他就要倒下去这样的人 结果涂完之后 他可以做15分钟到20分钟 那就给他很大的信心 他以为他真的可以活了 所以第二次来 他说他一定要见张医师 要听我说怎么会活 我跟他讲了这些话之后 他也听不出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出来 但是他回去整个身体是稳定的 直到有一天感染就挂了 就这样就结束了 但是活的那一段日子 他比其他时间都要舒服 所以原始点即便你要走 都可以让你怎么样好走 我这个我觉得是原始点 是真的这一点不可思议啊 因为我们最大的福报是什么 善忠 善忠 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 你拥有再多 当你要走的那一刻 我问你你带着走嘛 那既然带不走 你一定要看开 那就是求一个善忠 不要要死之前还在懊恼 哎呀我遇到原始点太晚了 这个都没用的 懊恼也没有用 然后起了称恨心也没有用 因为这些只会让你怎么样 在我看吧 下一辈轮回 一定往坏的地方去 如果有三额道 你可能在这种情绪 就把你带到坏的去 那如果你能够很舒服的 然后最后该走就走 然后不恐惧 不害怕 很安稳的走 那不是善忠是什么 说不定下一次轮回 会比现在更好啊 你也不知道对吧 所以不用留念 有时候叫他放开是这个意思 但原始点因为让他舒服 确实可以让他得到善忠 所以我一直一再强调原始点是一个生命医学啦 他就是把生老病是看得清清楚楚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诊疗一步到位这个我也介绍 如此即可建立诊疗体系 及因缘国理论 因缘国理论就是要把这些 包括怎么治疗啦 怎么会产生疾病啦 讲得让你清清楚楚 让你不再疑惑 那以后有助于诊断 不会走到歧途 比如说你有肿痛 那肿痛 肿是由哪里来的 比如肿它是由患处体伤 痛多属他处体伤 所以光一个肿痛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你膝盖肿痛 你不要小看膝盖肿痛喔 它肿起来又肿又痛 一般人没有学原始点 他会怎么样 被骗 他说哎呀就是因为太肿了 所以才产生痛 有些人说因为痛发炎 所以最后才肿起来 那这种想法你们有没有 我告诉你C都是这样想法 那这个犯了什么最大的错误呢 犯了一个既然痛 还有肿 一个是壮一个是症 那既然症可以生壮 壮也可以生症 可能吗 不可能嘛 这个就果生果啦 什么叫果生果 如果你妈妈有生了三个 两个孩子好了 老大跟老二 那果生果是什么意思 说老大生了我老二 这个不可能 都是妈妈生的嘛 对不对 怎么会有老大生老二 或老二生老大这种奇妙的事 西医就这么讲 你就知道西医那个很多 你看是科学啊 是机器的进步 科技的进步 不是西医的进步 西医很多概念是很有问题 甚至是逻辑不清的 逻辑概念完全没有了 所以很简单 这里就分析了 因为我们刚刚有排列嘛 痛它是塌出来的 肿是患处来的 那你膝盖痛 你既要处理怎么样 臀部 臀部处理好了 还要在患处周围 找压痛点 然后还要温敷 这样总才会快速消 这样才能解决嘛 所以原始点 对于这些症状的变化 清清楚楚 就不会犯了这个果生果 那这里意味着什么 这里意味着症跟状之间 它都是果 没有谁生谁的问题 同样症跟症之间 也没有这个问题 状以状也是 甚至疾病症状以衰老异常 也不会 因为皆为他处体相知果 不可能彼此生 也就是哪一天说 哎 因为我老了 所以我生病 这样对吗 那如果是对 为什么有些人老了 而是不生病 他甚至没有病痛他就走了 有没有 只有老死 那这样表示这个逻辑也不通嘛 老不会生出病 因为老跟病都是果嘛 果跟果之间 没有谁生谁的问题 也不会说我生病了 所以我病老了 都不会啊 病跟了 如果我病了 那每个人都老了 那你们今年很多感染了 应该现在看起来都很老了 但也不会啊 是吧 所以这个逻辑是有问题 这个就是犯了果生果的问题 所以这里就提出一个话 就是既然这些症状 不管是老或病 都是属于果 那你就不应该怎么样 道果为因 道果为因就是说什么 一病多因 你的疾病 是由异常及组织受损所致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头痛 那西医就说啊 我检查出异常的指数 比如你血压高 所以你那个疾病是由异常指数所引起 或是你尿酸然后痛风 然后他就说哎呀你检查出来 那个指数有问题 所以你这个痛风是由异常引起的 那异常指数是属果还是因 果嘛那就是道果为因了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不能说道果为因 这个疾病是由检查的 什么什么 或是组织受损引起也不对 了解吧 比如说你中风 他就说哎呀你刚好有脑出血 所以你脑出血就是导致中风 那怎么果会产生果呢 不可能 脑出血也是因为怎么样 状的组织受损引起的 对不对 由患处体伤所致的 那这些症的 包括中风半生瘫痪啊 或是口眼乖斜啦 他也可能是患处体伤 或他处体伤所致的 那都是由体伤所致的 怎么会说 出血导致瘫痪呢 这个根本就是导果为因 西医真正犯的错就在这里 但是问题 这个从逻辑一推 很多老实讲 有智慧的人一看就知道 哇那西医的问题可大 所以为什么脑中风很多开刀 根本不会好 因为他从果下手 那真正的因反而没有处理 所以问题会越来越大 这里就是提醒了 既然这些检查出来 包括西医检查出来 也都是输果 你就不要说这些果 是变成症状的因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看你们有症状 都还要检查 那检查出来不就是 异常跟组织受损吗 那不是冤枉了吗 然后他又从这里下手 那你们不是越搞越严重了吗 所以你们怎么死了都不知道啊 然后拿钱还要感谢人家 所以我说这个 最保险的就是把生命 掌握在自己手中 明瞭道理之后 真干 还说果生果 怎么果生果 这里就举了 症痛会生出壮肿 刚刚讲的 膝盖肿痛 他就说 哎呀那我因为痛产生肿 肿产生痛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肿痛都是由体伤所致啊 一个是他处 一个是患处啊 所以根本就也是犯了这样的问题 都倒果因 还有犯了什么 就错认果 也就是衰老 异常是属于衰老 对不对 那症状是属于疾病 但是他却把这些异常 也当疾病 比如检查出肿瘤 那是异常形态嘛 不能列入病 他根本没有症状 就不应该是属病 但是他就是说 这是疾病很严重 所以一定要化疗 所以一个活活的人 健康的人 很可能就会把最后搞到 真的一命呜呼哀哉 也是从这里来 所以这里一段 已经把所有的诊断 讲得非常清楚 然后把生命的真相 已经都一语道破了 看到这一段来 我相信很多人 对于老跟病已经有概念 做饭 所以三个事 护挥 响